接着要跟各位介绍的叫做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 这就是我们真的在算的东西 我们国中的程度其实只会算平均速度而已 来请问你这两个车子一样快吗 一个是不一样快 一个前面假车是前面快后面慢 一个乙车是什么都一样快 可是他们是不是在相同的距离走过相同的距离 这样不就一样吗 那这一样什么意思呢 这一样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速度是距离除以时间 公式就长这样 所以我们往里面带的时候 一样啊 他们在相同的时间走相同的位移啊 所以他们就是一样嘛 可是他们两个长得就不一样啊 明明就长得就不一样啊 那这个一样是什么东西一样 什么意思一样啊 是什么意思 它一样是什么东西一样 叫平均 是平均 我总共花这么多时间 总共走这么长 然后一去除我说我走这么快 是我假设你的中间过程都在做等速度运动 然后你就会花这么久的时间走这么大距离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就叫做平均 我没有管中间 我只管开始跟结束 看到没有 S2-S1 我只管你开始在哪里 结束在哪里 然后花多久时间而已 你中间的变化 有没有管你 没有管你 我不管中间的变化 我只管开始跟结束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所谓的平均速度 是我假设你在做等速度运动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走这么大的位移 所以虽然那个甲跟一两个动的就明明就不一样 可他们什么一样 平均速度一样 他们的平均速度一样 我们算的叫平均速度 就是我们国中生会做的计算 就是算这个平均速度 花多少时间走多少位移 所以平均速度是在一段时间之内的快慢 不能够显示你在某一个时间的快慢 一段时间的平均值 一段时间平均值 所以如果是某一个瞬间的叫做所谓的顺时速度 我们通常在物理上简称速度 所以物理的讨论中我们讲的速度 通常都指的是顺时速度 但是这不是我现在公式里算出来的 我公式里算出来叫做平均 那其实我们的目前的数学能力 我们不会算顺时我们也只会算平均 不过没有关系 假如我们做的是等速度运动 到我们随时随地的速度都相同 所以我们的平均跟顺时就会相同 这就是我们国中生有一种方法来处理顺时速度 就是平均会等于顺时 所以我算出来平均等于算出来顺时 因为我们的数学能力上我们其实是不会算顺时的 我们只会算平均 花多少时间走多大的位置 OK 这就是让你了解什么叫做平均速度 也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顺时速度 然后有一种题目就是问你 这个讲你现在讲的是平均还是顺时 比如说我们常考的你那个超速照相啊 咔嚓照一张 说你那个时速每小时70公里超过限制 请问你这个是平均还是顺时 这个是平均还是顺时 然后是速度还是速率 这个速度还是速率 平均还是顺时 就是我们可能会问的问题OK吗 OK